大家好,我是NK,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动漫《深之行》 A silent world 4月25,我跟朋友去看了这部动漫 看这部动漫之前,我先看了他的漫画 说真的,这部动漫的开始真的好漫 因为他不像漫画里跟着剧情走,从小说到大 也许我知道了剧情的关系 他的剧情跳前跳后的 我个人的意见是,你们可以先读漫画再看动漫 先说明,我会透露一些剧情 不要知道,不想知道,可以往左上或右上的红叉按下去 这部动漫有两大主要角色 Ishida与Nishimiya 不好意思,不要介绍他们的中文名称 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他们的热名 故事是从他们小学时开始 Ishida是个喜欢捣乱的小孩 小孩嘛,都比较顽皮 有一天,Ishida的班来个岔班生 那就是Nishimiya Nishimiya天生有残缺,听不见 说话当然也不清楚 他进到这个班,老四被Nishimiya与他班同学欺负 某天Nishimiya退学 Nishimiya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 那时他才明白 原来被人搞是这样的 哦,不是不是 原来被欺负是这样的感觉 时间再过了几年 从没怪他,还很惊讶的 为什么你懂得首语 剧情的发展中,也多了几个小角色 有个蛮自恋,但朋友都没有的 肥矮男 有个很欠揍的,但又喜欢 Nishimiya的欠揍女 有个又高又帅,但性格像吃一夜的高帅男 有个外表稳静,但内心不一致的 曖昧女 有个短发又高,但是胆小的长腿女 还有个疼爱他姐,但是有爱拍动物尸体的怪妹子 慢慢的,Nishimiya对Yishida产生了感觉 她尝试了表白,但很可惜的是 Yishida不明白她说了什么 渐渐的,两人的感情都非常好 不过,剧透来临 Nishimiya尝试自杀,不过被Yishida救了 因为Nishimiya觉得在她身边的人都很辛苦 也可能因为这样,Nishimiya妈妈也完全原谅了Yishida当年的过错 Yishida也把她心里的结给打开了 因为她不必再为别人看法而觉得羞耻 别人脸上的差也因此谢了 看完了这部动漫,给我的感觉是 生活有时会很爽快 有时会很艰难 有时你会失去一些 比如Yishida失去了曾经要好的兄弟 有时你得到了一些 比如Nishimiya,再没有人歧视她的残缺 还多了很多朋友 有个人跟我说过 我接受感情,朋友都是不长久的 一些会走,一些会流 我不反对她的想法 因为我自己也明白 朋友嘛,有几个知性的就够了 但是,有时知性的也很难找呀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 下期预告,朋友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就like跟comment 我是NK,再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记得按赞 跟你的朋友分享 和记得订阅科技先生的频道